大家好,我是巴仁,今次开箱速递 就跟大家说,这里两部TLV最新推出的 Toyopat Crown Hardtough SL 和枕Hardtough 这两部车跟之前推出的这一部,有些分别 大家看到这里写着600年式 这一部其实是70年 换言之,这两部是前期款,这部是后期款 拆了出来再说两部车有什么分别 我先拆起来,好,就这里 我先拆了一部红色,红色是特别一点的 因为这个没有第一款正式的 因为大家现在看到,为何正式和这个有什么分别 这个我之前有说过,这个应该叫做硕胶 其实我没有叫做真车,我不太敢说 但如果这一部这样的Tone,你看起来就是Two Tone 但其实如果是真车的,应该是锁胶皮顶 好像是两种物料,总之是有些胶皮的物体 但就不太耐用 因为它这一部,如果你看过,香港某些Rose Royce 都是用这一部,即是旧款,七几年一些 它比较小一点的Rose Royce 对,比较小一点的,七八十年代的Rose Royce 就会用这一部这样的顶 今天你在香港看到,不过你看到这一部都很漂亮的 但如果不够漂亮的那些,可能会看到它会生手 这就是一个问题 但是挺特别的,就是什么车呢?好像是... 之前有一个Thunderbird在香港,有一个Thunderbird 之前是Flatout,试片那一架,试驾那一架 我记得都是这种锁胶皮顶 都是... 不过它那一架的顶就还可以的 因为它有一条电道边上住就没那么容易看到它有没有生手 其实这些位呢,它最流行呢,如果你看到这些真车呢 这些位都应该有点瘦 除非它刚刚收拾完,如果不是,就算收拾完也没有用 收拾完之后,假意石也会再发过 这个就是生手的这种特点 你怎样做都没有用 你放在一个... 你放在一个湿度控制,每天用抽湿机抽它 就可能有点用的,应该 不可以开出街,每天就用抽湿机对着的车 应该没事的 好,给大家看看这个红色的先 我应该把高一点的CAM 这边好像常常拍摄都不够高 好,就这个位了 那你会看到,红色的就用了这种LINKLE 其实这种类似LINKLE的物体 其实之前也有用过 那我说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大家看着 现在这个样子是前期型的样子 你会看到头灯变了分离色的 它除了下面有一个指挥灯 还有一个什么 这个已经是变成一体式的大灯 它就没有拆散两件 那我就觉得我喜欢一体式多些 因为拆散两件有点怪畜 但又不是完全不行的 那... 但是车尾方面 其实分别就应该不是很大的 只不过是你的车中间有没有装饰和没有装饰 其实如果没有记错 KONAMI应该是出过左边那部前期型的 那我要拆一拆 但是我应该是有出过的 有出过的 但是KONAMI那架呢 你想找到难 我自己在香港我也是虽然一句 我看到就买了 那时候一看到就买了 那时候我第一个应该是在ToyZone 对了 还没搬之前 大概是太古城那边 即是... 不...是侄如冲 或者是太古城那个时期的... 的时候买的 那他搬去Sauki湾之后 就没有了KONAMI 走到一旁 那时候都周八时都上去看东西 打等东西 现在回来搬去Sauki湾之后就少了 可能之前呢 怎么说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这就是在那里买 以前那里上去那里还想麻烦 如果星期六日上去呢 那里楼是要登记的嘛 不知道还有没有观众记得了 以前去ToyZone 在船路里 这个华夏工业大厦 那时候呢 你如果星期六日上去呢 你是要登记的 现在等货车 还要自己删杂的那些货车 不过有时候有些人駕駛的 但他都不需要 坐货车或客车 接着现在搬去天园 不用了 你喜欢转斜路上去也可以 你不喜欢 喜欢坐电梯 逐层逐层转上去也可以 不过如果转上去 我还是要转上去 再不是你串点的 是不是 駕车去也可以 你不过不要放在外面 我被人抄了之后 我以后学习了 我真的想着没想过 我看半个小时 就被人抄了 不过在外面那里 以前我也拼了这么多次都可以 不过被人抄了一次 就知道镜了 我全两半都放在 我发觉 如果你去天园那里 看看你换它 如果我像我那样 我会去玩具一角 我一定会放 三个机关 不知什么风 总之敏记的停车场 刑峰花园的停车场 十几个小时 刑法放在外面 你想想 天园楼下也是22元 是不是 这样一款22元 观众不怕可以进去看看 这样一款也是22元 是不是 附近有一栋新楼 又不知道什么东西 那里又是收22元 新楼也收22元 那我给大家看这个车 对 只顧吹水 忘记了 车车车 但是车车有点问题 Oh shit 我最不想发生的事情 终于发生了 就是那个装嵌问题 因为这个应该是 旧车配新帽 但我没有猜到竟然出现这一种问题 大家看到车是完全不平不稳的 你看到是 不是我什么 它根本就是 这个底盘是熬了 我不知道怎样展示给大家看 明显地看到 这里如果我 就是 这里是斜了一点 我要这样滴起才行 应该是底盘熬了 已经不是什么 如果有这个问题 观众就算再细心研也未必看得出 这个真的要摆在桌面看很久才能看到 这个 这里一定会扣你分 你会不会 你瞪出来真的可以歪 看看另外这件有没有 那这件就是 就是那个塑膠皮顶 看它应该像这样 不会有第二个选择 这个就是红色笼的 那之前那两个是米色笼 那是黑色笼 那是红色笼 那这件就用了红色笼 那这件就用了红色笼 看看这件有没有这个问题 这件就反而没有 这个又正常 这件的条线是有型的 这件反而有这件 怎么说呢 这件是最普通的COPP 就是好像E200COPP 和E300COPP 那些都是 事负 不过 其实我觉得旧车看的 会比较容易看 因为新车去看这些 你看到这些设计有什么分别 新车会比较难看 有时候 它说是我的车是200COPP 但我可能可以 我选择 接着要300COPP 放下去就可以 那我又不用买300COPP 就是有些车有些是这样 那会不会每样都可以给你这样做的 那有些位置 总之可能是LINK 你E300COPP 你E200COPP 那一套LINK 对不对 有时候都分不到 你AMG 就可能不同 即是类似这样说 但你的旧车 你一看一看 有些不同 LINK 其实它的SPEC 都是一样的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总之如果它真的要这样做 你起码分到先 还有我挺喜欢它的尾设计 你看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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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架车呢 旁边没有 没有油缸盖 因为油缸盖 又走到车尾 这里 我几个人喜欢它这个油缸盖的设计 不是说它喜欢它放在这里 我反而 反而 你看看最左边的70年的Facelift版 Facelift版 你会看到这里 是 多了一层 但反而 Facelift 好像这两架 就反而没有那块 即是没有了一块 一块一块一块 我反而 喜欢这个 静静 这个位置后面静 我会觉得漂亮一点 当然不是说有装饰不好的 但是在这些位置 Facelift得来 它又不会说真的有很大 很大 改动 另外 反而 这一部 哎呀 其实走到 都会不顺 我换它一角看 我看了一辆车 没有大歪 我看了它没有什么大歪 但没想到它是底盘 是底盘 整个底盘熬了 这个反而我看不出 希望它不是熬 纯粹是装歪 我看它有少少像是装歪 其实我经常脱 有时脱边也未必脱得准 有时偷懒 不看清楚脱边就算 这个它是坏的 它斜在一边之外 它又不是斜得很交关 不过这支铰匙也好 它打拉钉的位置 全部都在头和尾 而且它又不是拉到尾 如果我要打拉钉 我还可以在头和尾 这个平面可以借到力 那是这样的 我建议观众 如果可以开来看 真的要看清楚 因为你TLV那么贵 买一架 如果还要整理这些东西 其实也很麻烦 因为你的车有这么多配件 一打包一件 你真的哭三声 哭也没用 所以就没办法了 看清楚一点 我又中伏了 验尸冠都不会每次不中的 不会每次被验尸的厌 都不会没事的 这次又糟了 又一架 但这个也有得整理的 有点麻烦 也没得整理的 都试过了 今集就先讲到这样 下个星期我正在增达 我正在讲什么车 虽然我想讲三轮车 但我手上有些 英老的澳洲限定版GT-R 或者是Master的Defender 不过是长阵的 但是它开到尾门 还有其他说的车 可能没什么 可能是一些扭弹车 我又买了扭弹车 不过之前说过 都可以不说 看看观众想看什么 或者再不想我讲一些旧的例子 可能我买了回来 没讲是鸿兴MR2 观众想看 可以在下面和我讲 到底什么车还没讲呢 其实都七七八八 今个月TLV新车 是差三轮车 连三只鸡 再连龙夫 是差那一套 否然都七七八八 今个月TLV 好 今集先讲到这样 先拍完一次 让我看到磁箱的照片 好 就这样 拜拜